每個星期早9點,羅叔和整班街坊都會來到居委會集合 穿件制服,拿些工具,他們又再出動 他們是廣州樂華街的街坊治安隊 是144萬個廣州街坊的其中一份子 和北京朝陽群眾西城大媽齊鳴 每個星期有兩天,他們都會在社區巡邏 事務大小,由剪草、撿垃圾、到國家各戶的問題,他們都會理 這些是那些學生在這裡玩打火機,燒的那些 都是用火機燒出來的 對,用火機燒出來的,這些要隨時跟他們學校打一招 如果見到違規行為,他們會拍照,舉報給街道辦知 成為維持社會治安穩定的一環 我們出去以後,看到那兩個人,哇,很可疑 遠遠的跟著,打電話給阿水 甚至有人在那個角落吸毒 我說你不要過去,走開,後退,後退 把電話給阿水 我們有社區民警,那個角落那些外來人員 在那裡吸毒,打針,注射,一看就知道 整班街坊平均都五十多歲,部分是退休幹部或黨員 根據最新統計,同他們一樣,登記做廣州街坊的人 在去年多了三十多萬 按街道、職業、還有鄉下等分為超過300支隊伍 街道辦、外賣公司、地鐵等 都有組織員工或街坊加入這個行列 他們除了巡房,還要收集社會文情 調解矛盾和支援應急處置等等 在部分城區,街道辦和派出所會在微信上派任務 好像召車APP一樣 鼓勵民眾利用散布和買送的時間搶單 各式各樣任務都有 例如日常巡查、反詐騙宣傳等等 平均每個街區的活動都有十多二十人參加 好像我們所在的海珠區,鼓勵民眾每日行一公里 沿途見到海宜的人偷東西、打架或好像這樣 為例拍單車的話,我們就可以用電話 即時拍下它,然後再上網舉報 行夠一公里或舉報有效的話 可以抽獎之餘,亦都有積分獎勵 儲夠分就可以換獎品 廣州市政法委說,截至目前為止 廣州街坊在網上發起了4萬3千多場活動 參與的總人次達到76萬 而在去年頭九個月 廣州街坊成功協助公安 賭破超過2000宗案件 捉到4700多個疑犯 包括多宗涉及黃島毒的案件 阿倫 好